秦川 你身上有一种特质 在日本军校的时候 我就非常欣赏这一点 知道是什么吗 喜怒不幸雨色 我有这么厉害吗 我见过太多的人 都是勇猛有余 沉稳不足 但是你不一样 你该沉得住气的时候 非常的能够沉得住气 这是我最看重你的 机关长这话是有所指啊 一种感受而已 你以前的护士情人 前两天被捕了 这件事 你不可能不知道 以你我的关系 你来向我求个情 原本不是一件难事 但是 你却一直没有开口 为什么 老师 梅机关不会无缘无故地抓他 如果他没有问题 自然就放我 如果是有问题 我也不能寻思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我跟他过去的事情 都已经过去了 我现在跟着 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只是一种感受罢了 只是一种感受罢了 金川 你对叶玲玲的痴情 我没有想到 你现在对夏兰的绝情 我依然没有想到 看来 我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 哎你说今天 我能钓到一条大鱼吗 但愿吧 你不要再挣扎了夏小姐 你剩下的时间不多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今天乖乖的把你和 秦川的故事讲给我听 这就是你和他 活命的唯一办法 夏兰 你要坚强 没有什么可以拆散我们 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 任何困难 都可以克服 你爱秦川 他也爱你 你们之间因为某种原因 不能在一起了 对吧 说实话 在我十七岁那年 我遇到了我人生当中 最爱的男人 那天 阳光明媚 我爱上他 他也爱上了我 他叫顾晓风 他是大学里的体育教员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我们看电影 一起游山玩水 每一天都充满了欢笑 但是好景不长 很快战争爆发 他应征入伍 去了浅县 下来 马上转移 半小时以后老弟封建 我一直等啊 等啊 等的 等到的却是他阵亡的噩耗 那天 我没有哭 因为我为他骄傲 后来 我离开了那个伤心的地方 孤身一人来到上海 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男人 就是秦川 他在政府里面做事 我并不爱他 但我以为他爱我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我也渴望被爱和被保护 免我受惊 免我的苦 免我私下流离 免我无依无靠 然而命运 再一次地给我开了一个晚室 没过多久 秦川就一情别恋 他对我的伤害 太深 我和他哭过 跟他闹过 但我们注定 不可以挽回了 我心如死水 后来他娶了别的女人 那女人很漂亮 她们很相爱 我彻底对爱情绝望 所以也不能在我面前提起秦川这个名字 说 你爱不爱秦川 不爱 oney 不爱 你 你可以走了 你可知道 你可知道 秦川 今天虽然没有叼到鱼 但是我很高兴 走 回去 他没欺负你吧 秦川 我在传奇 讨厌这种虚拟 我在哪里 才拥有最真实的呼吸 爱的痕迹 在心里若即若离 你的身不由己 站着距离 并见还是情节 生活中 还是梦里面 你站在我面前 看不清你的脸 我的故事是中游戏 不需要拍脸 终于带着笑脸 有没有一个人 在意我的一滴一滴 开场吧 我的爱情 始终游戏 来不及准连 痛应该怎么去试验 在所体面 不及其中游戏 饿了吧 知道你最喜欢吃这家菜 快尝尝 谢谢你 不就吃顿饭吗 跟我客气什么呀 我是说 谢谢你为了救我 向日本人求情 你知道 宿舍同事跟我说的 他说你人很好 他说我有福气 别听他们瞎说 是我有福气 小岚 说起这事啊 我还挺难为情的 我确实去过梅记关 向他们求我情 不过也没有起到 什么大作用 你能够平安地回来 完全是因为你自己 不是这些了 我敬你 我的不是始终游戏 不需要排练 同夜带着笑脸 要没有一个人 在意我的一滴一滴 我的爱情始终游戏 来不及其他 都来了半天了 怎么不过来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丈夫不回家 妻子自然是要满世界找的 不都是这样吗 我要是表现得太超脱了 别人就该怀疑咱们俩了 这几天都忙什么呢 没忙什么 都是办公室的一些杂事 好吧 你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就行 不想说就不说了吧 怎么着 咱们俩比一场 好啊 说实话 我没想到你会帮我的 这次我执意要搬走 因为你会生气呢 大男人 哪能那么小气啊 何况 之前 确实是我给你的压力太大了 下来 你有你选择的权利 我是若寒 尊重你的选择 尊重你的选择 谢谢你 我 不说谢谢就不会说话了 下来 嗯 不要住宿舍了 搬回去住吧 家里毕竟比宿舍要舒服一些 而且你在我身边 每天都能看见你 我心里踏实 还可以相互照应 答应我 跟我回去吧 打得不错 两个十环一个九环 那当然了 老师教得好吗 你还记得吗 咱们第一次亲密接触 就是在靶场 那天在我的记忆里是最美好 最难忘的 那天回去之后 你好像喝醉了 而且是烂醉如泥 那是我故意给你机会 哎 我这天发誓啊 我可真没占你便宜 所以 我才会爱上你啊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就知道你跟那些庸俗好色的男人不一样 他们总像苍蝇一样围着我 而你却像 像什么 像鸟 这个比喻倒是很新奇 鸟总是独自高飞 偶尔落在地上 又洁身自好 巨人千里 你 那么你不觉得这样的男人 未免太没情绪了吗 女人喜欢的 偏偏就是这样的男人 对了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 今天是我打电话 让沈若涵去接夏兰的 你生气吗 做女人真好 可以任情任性 不用顾及男人的感受 回家吧 美和 这几天调查夏兰辛苦了 不辛苦哥哥 你了解我的 对于琢磨人这事我特别感兴趣 尤其是这样我才能感觉到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看来把你调到这里是正确的 这才是你真正的用武之地 你放心吧 好饭不怕晚 我迟早会调到一条大鱼的 不过夏兰这次 她的表现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这个女人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虽然她通过了我的这次测试 但是我很清楚她并没有说真话 这是一个有秘密的女人 她还有很多谜团 等着我们一一去破解 嗯 就是天大的谜团也会有解开的那一天 这样 夏兰的这个谜团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解答 我先给你看样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解言从重庆发来的 潜伏在梅机关的内奸有线索了 代号韩蝉 很有生命力的名字 来者不善哪 看来我们有大事要干 从现在起我们要全力以赴抓寒战 直至把她揪出来为止 是 这是我最近搜集的梅机关 和军部网来的电报 都是一级加密 我判断应该是有情报价值的 嗯 好的 今天晚上我就给总部发过去 秦审 看来你今天不光是为了送情报 是吧 啊 为什么这么说 例行的情报交接 你一般都会约在晚上 今天不一样 而且我没像平时那样 交接完情报之后 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那既然来她不走 就是想讨茶喝了 但是我这里没有什么好茶啊 你还别说 我还就爱喝你这儿的茶 来 喝吧 这茶好不好喝 那得看陪你喝茶的人是谁 对吧 小姐 你要买什么书啊 梁启超的《隐兵士文集》有吗 还要别的吗 增文正宫全集 哦 都是大捕头 那请您跟我到后顾来取吧 看来你们小两口还真是心有灵犀呀 我这个老头子只有认输了 我的外面给你们放风 今天是冬至 以前这一天 我都会陪你去吃馄饨 南方的冬至 是吃藤月儿 可是在我老家 冬至只吃馄饨 每次你都讲究我 你是我的丈夫 跟你在一起 吃什么都开心 好了 对吧 被你抱着的感觉 真的很幸福 你笑什么 你的肚子已经咕咕在叫了 没有 有啊 我都听得很清楚 叫声很大 你肯定饿坏了 我去厨房看看能不能给你弄点吃的 不用 我就像这样一直抱着你 妻子 可不能让丈夫饿着 人家说 女人睡不好觉就没有光彩 男人吃不饱 会发脾气的 你猜猜我给你弄了什么好吃的 欧阳车这个单身汉的厨房 还能有什么好东西啊 欧阳车这个单身汉的厨房 是汤圆没想到吧 谢谢阿夏兰 不过恐怕我爹走了 外面天黑了 冬至的天黑得真早 还有 而且后面还有漫漫长夜 下来 你赶紧回去吧 等会儿消尽了 容易惹人怀疑 今天这个冬至 我已经很满足了 在场的夜都会过去的 天总会亮起来的 天总会亮起来的 是啊 漫漫长夜里面 最难的人是你 你整天和魔鬼打交道 不容有一点闪失 还有 星野美和 他非常怀疑你 上次我侥幸逃脱 我觉得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也许他是想放长线钓大鱼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我知道 这汤圆你带回去吃吧 好久没见阿餐了 他好吗 我家周边情况复杂 我在医院又忙 所以就把他送到 远郊黑镇我姑妈家了 发生白露那件事以后 我更不敢把他领回来了 你担心是对的 只要孩子安全就好 你危险了 你放心吧 阿餐还等着你 回家团圆呢 会有这么一天的 我们全家团圆的日子 一天天地接近了 你可回来了 今天是冬至 我还等着你去城隍庙 吃汤圆呢 现在天也黑了 就别出去了 正好我买了汤圆 你带汤圆了 你买的 哪儿买的 记不到了 忘了 那这饭盒也是你买的 行了 别问那么多了 赶紧吃吧 来 赶紧的 吃肉 来 这汤圆儿好吃吗 不错 不错 又濃又甜 你也尝尝吧 又不然凉了 我们老家有句话 叫原田明长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这四个字的来历啊 说起来还挺恐怖的呢 它其实是古时候 死刑犯人的一种感慨 这死囚啊 都是在冬至后砍头 这砍头前夜呢 就给碗汤圆 这天亮了 上路受刑 从此沦为孤魂野鬼 那你说 这碗汤圆再甜 它吃得下吗 吃下了 睡得着吗 我说 你说这些 你还让我吃吗 喂 你儿子阿灿 在我们手里 我是阿灿 妈妈快救我 快救我 你们什么人 到底要干什么 想要你儿子活命 我来黑站一趟 喂 喂 喂 怎么回事啊 出事了 在这儿 在这儿 来 放帽子 老板来录帽子 来来 哎老吴 这儿呢 这儿了 这儿这儿 这儿 行长官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熊金 黄歇军第八机动师团 黑镇中队特务操长 请仓大佐吩咐 这次来黑镇 任务由我的安排 请随我来 车在那边 好 来 我来吧 不用了 走吧 请 金战官 第一次来黑镇吧 黑镇这地儿啊 鱼龙混乱 各路人马都居住在这个地方 这得打打杀杀呀 家常便饭 如果没事的话 最好不要出去 对了 这里有句细词 叫 哦 黑镇无好人哪 你是本地人 是是是 我是本地人 这里的砖砖瓦瓦呀 我都很清楚 如果外地人的话呀 只住一年半载了 都跑不明白 对了 秦长官哪里人呢 你好像还说话 不好意思长官 我多嘴 长官那事哪能随便问呢 别看我长得五大三粗的 就是爱婆婆妈妈 如果别人不让我说话的话 还不如杀了我 哎到了长官 这个是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那 你 我 你 看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小地方 这算是本镇最好的旅馆了 为了让长官休息好 我把整个楼层全都包下来了 保证晚上啊没人来打扰你 请 秦展官这里风景还可以 外面有山有水随便看看 如果没事的话我先出去 有事您叫我 好麻烦您了 不错不错真不错 看来我没选错人 胡乐循 你还活着 是啊 我还没死 让你失望啊 阿塞 你别着急啊 我给你安排的小节目怎么样 玩得开心吗 我说你要干什么呀你 干什么 解除你的武装啊 好 顺便再试试你的身手 看看能否堪堂大用 你别乱动啊 胡老板还真是看得起我呀 看得起你是因为你有用嘛 跟我走吧 规矩你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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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江湖上的事啊 你都明白 我也是不得已 这不都是为了见你吗 你说如果你不为了孩子 你能到黑镇这个地方来吗 为了见你 我真是煞费苦心哪 你还是少凑点这个苦心吧 我消受不了 既然我已经来了 你现在可以放人了吗 你要是这个态度啊 我可就真不高兴了 为了让你出来 我是做了精心的准备啊 就为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嗯 哎呀得了吧得了吧 有什么话就直说 在这绕来绕去的 我听着都累 家庭破碎 我知道你心里苦 所以 我今天把你夫人也给请来了 林林 见了你就知道了 妈妈妈妈妈我害怕 阿三别怕 妈妈在 不用我介绍了吧 哎 这个男人你认识吧 我们早就没有关系了 有什么事情跟我谈 跟他们没关系 赶紧放人 那不行 据我了解 你们之间的关系 不是那么简单 有他们在 咱们才好谈 乖 别怕啊 哈灿别害怕 怎么样 青川 这个惊喜 够大吧 我真的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谈吗 你也至于去抓一个女人和孩子吗 你也别跟我装傻了 咱们都是明白人 我看咱们还是当面罗对面鼓的谈一谈 接下来要做的事 你已经沦落到抓女人和孩子了 看来你真是一条丧家之权 你这是在嘲笑我呀 我现在的确是一条丧家之权 我之所以能够坚持在这个地方 狗言残喘 我就是为了要 咬死那些害我的人 其中也包括你 你信不信 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饿了吗少来这套 你出心积虑的把我骗到黑镇来 如果真要我的命的话 我根本出不了大陆舍的门 是 但你只打对了一半 我现在是不想要你的命 但是你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命 那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别斗圈子了 说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只想让你帮我办一件事 我让你去给我娶 星夜千里的人头 胡乐军你是不是疯了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我很正常 这件事情 我策划了很长时间了 你是没机关的人 刺杀星夜千里这件事交给你一半 这不很简单吗 我即便是杀死了他 你不照样还是一条丧家之犬吗 你错 他要是死了 我就成英雄了 到时候全中国的人都会知道 我胡乐军一直忍辱负重 我领着一群勇士 在暗地里跟日本侵略者做过 不屈不挠的斗争 胡乐军 你还真是一向天开 你要早有这主角 你干嘛要跟着汪精卫呢 嗯 这不是此一时彼一时吗 你要是杀了星夜 你也能成为英雄 你也能洗掉 汉奸走狗这些骂名 我要是不答应 你就只能看着 你老的孩子 死在你面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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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